大家好,我是橘子姐 今天来做不一样的馒头 这个馒头的口感比普通的馒头要好吃的太多了 快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500克的面粉 40克的糖 40克的黑芝麻 这黑芝麻我提前就已经给用搅拌机打碎了 5克酵母粉 酵母粉放在温水里面给它化开 随意点点的加搅成棉絮状 搅拌好的面盖上 洗发3-4个小时 面发至两倍大就可以了 把发好的面揉一下排一下气 把揉好的面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把面剂子做成馒头的形状 第一步先把面剂子揉光 揉光以后把面剂子上下给翻过来 接下来手这样子放 往里面挤压 左右搓 搓成馒头的胚型 好了 把做好的馒头放在温水锅里 再次醒发一个小时 就可以开大火蒸了 馒头大火蒸20分钟就熟了 馒头大火蒸20分钟就熟了